! 歡迎飛哥 歡迎收看 綜藝大佳 看到沒有 現在全世界的人 其實在每次這個四足賽 一開打的時候 大家是已經是全部焦點 都注重在一顆球上 所有的人 全世界的球迷 都盯著電視看的時候 其實是在看什麼 看一顆不到一千塊的一顆足球 你想想看 一顆不到一千塊的東西 可以讓全世界的人眼光 都矚目在這個 不到一千塊台幣的東西 所以說要凝聚一些力量 並不是要很大的金錢數量 要用的 其實就是一個遊戲規則 對 各位朋友 前一段時間 美國有一個主持人叫Oprah 他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他跟現場的觀眾朋友宣布 說各位 你們每個人可以得到今天我 因為我生日 我送大家一人一步轎車 各位 大家開心一點 飛哥 雖然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難道飛哥 我今天一個人 不要… 大家都有車子嗎 不要 一人一… 哪裡 藝人 這邊有一個熱的包子 好不好 包子一顆沒有多少錢 對 全現場的人都有一顆包子 對不對 對 這個才是叫做 那個存乎於一心 來人啊 上包 上包 吃粿子是愛拜笑頭 OK 這個包子呢 我們也是借花獻物 我媽以為是飛哥 你開始從事 在進行包子的生意啦 沒有… 但是我們有一位好友 今天是他提供 最近他發了 這個叫借包獻佛 這包子的主人是誰呢 誰啊 榕香 榕香佛 是不是 非常謝謝我 你現在最近真了不起 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一座冰箱 變冰箱 比冰箱還大了 不但是婚姻幸福而已嘛 誰 果然少婦人是有幫夫運是不是 幫… 你是什麼 你憑什麼態度 你什麼 你穿那麼… 憲神的服裝 你就可以這樣先試嗎 不是…菲哥你知道嗎 榕香的包子 我以前吃跟現在吃不一樣 怎麼說 以前吃榕香的包子呢 有一種 那現在呢 你知道嗎 現在吃這個包子 有一種 說得好好不好 現在他剛才吃的是豆沙包 沒有 你這個希望跟大家講 因為最近也太紅了 太紅了 榕將軍包子 墾丁 我代表到墾丁去玩的關係 向榕祥先生致敬 希望給各位這個 所有來肯定玩的人 多一個不一樣的旅遊的方式 多一種不同的這種玩樂的這種態度 為了以免觀眾朋友被下毒 所以本人願意生鮮飾足 為大家試試看 燙的… 燙的喔 真的燙的… 然後這個是肉的 萬一怎麼會想要心懷不軌 對 想要謀殺 對… 公益大哥大 這個這麼大一口啊 菜 菜的… 我現在熟到哪隻肉的 平均拿也是肉的 要看詹子人間的美味 真的是嗎 這個是包肉的喔 肉的 對… 那叫肉包啦 小心會有湯喔 那小心 你也有一次跟人家講話 一不小心臉這邊被燙到有沒有 他從這邊滋出來那個肉 齒夾留香 真的啊 真的很香 還可以吧 而且你們到墾丁去吃他的包子 是 到他的門司補去 他陪大家照相 一天最早照個幾千的這樣 對… 怎麼… 怎麼… 當有小頭子這個東西 你也是我頭就對了… 我妹… 他是餓了是不是 開玩笑 你這個什麼吃起來 藝人來這邊 你看好不好吃 不要我再吃 太大聲 嚇一跳 你在吃什麼啊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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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意思 好吃…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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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乾杯 他這樣也馬上就混到一個 回去吃的 好不好 我們非常感謝榮先生 好 對… 現在要開始了 發包 好不好 發包 攻城發包是不是 所有的觀眾朋友來 大家都有份 享受一下我們榮將軍的包子 那可是 非常道地 觀眾朋友 我們在那邊慢慢享用 這個場面真是太壯光了 你看 大家都人口一包這樣 人口一包 你看 老師 孔江老師那邊也要處理一下 對… 不然下次到那邊就翻臉 你看看 經過都不理我們 有肉包 有那個 有菜包 還有豆沙包 所以說有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布施不在大小 對 而且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說 取資社會 用資社會 我們有一些部分的收入會把它捐出來 捐給一些 偏遠的山區的孩子 所以說 我們肯定的觀眾朋友 都要把這個榮祥多多支持 對… 謝謝 愛心 是 本來我們這個推啤酒比賽 只有美女可以參加 但是今天我們榮哥呢 有機會可以推兩杯 謝謝 好不好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先吃一下 來… 接下來呢 是本週我們來了很多位美女 是的 那麼這個來參加我們這個 推啤酒的遊戲 這個是 叫做 伊林模特兒 伊林模特兒 模特兒 來吧 是的 是的 我 formas 媽媽裝的身材 在這 Canad弄的夏天裡面 這位是叫殷琦小姐的 來…到這兒 好 第二位 張佳玲小姐 你看 每位模特兒的眼神 都是那麼樣的銳利 充滿了志祥 第三位 胡逸軒小姐 哇 耶耶 鼓 鼓探俠小姐 哇 好撩人的故事啊 哦 哇 耶耶 歐巴巴 天啊 再來一位是王孝淮小姐 耶耶 太好了 非常歡迎我們逸琳的掌聲 給他們鼓勵 今天大家都有機會 規則跟你們說一下 經過這個轉輪盤之後 進到那個紅線裡面 就有 這個是兩千塊錢 兩千塊 然後在這個小圈子裡面 這個小圈子裡面呢 菲哥說是四千塊 年輕後來講四千 台灣是不吉利 那你就直接就說 台灣一講四就是不吉利對不對 我們直接 四千一 哇 又是單數 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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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四千一 那應該要慷慨一點 輕慢 聽得懂嗎 重一點 我對妳印象不錯耶 真的嗎 那告訴我技巧 哪方面的 你不能笑 你真的笑 新文教我來看一講 我在不能笑 連笑的我也是愛技巧的 味道就不對了 菲哥示範 示範 示範 你這首也有背 我跟你講 這不是啦 新文教在看 我跟你講 你告訴我 來 開始了 準備就推杯位置 來 那你要幫我們介紹第一位 好 Yeah 加油 好 加油 好 聽聽到哨聲才可以開始 對 OK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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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你剛才的實力 他這個肉太輕了 你剛才彩排的實力去哪裡了 對 菲哥 又來這一套 你剛 還要一次 菲哥 你那個臉這樣新聞局 人家姓又來 你要小心 這個一定會來的 這是因為這個女人 她本身帶有一種這種 是的…對不對 桃花 怎麼辦 她是很心情 再一次… 再一次 もう一度 牙 牙 牙是什麼 牙都出來了 什麼啦 太怕了 他牙痛耶 小心刮傷了 真的... 先看看下一位 後面都在站起來監視了 後面第二位 張嘉玲是嗎 張嘉玲 加油 這一位也是狠角色的 發揮你那硬底子老媽的態度 沒錯 完全不考慮 好厲害 不錯 我跟妳說 李哲哲 加油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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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憑什麼嘛對不對 這是只有女生可以推動 對啊 無功不受錄啊 菲哥 謝謝 張嘉玲 菲哥 給我機會吧 菲哥 3 我跟你講 你不要參賽了 道具 拜託一下 真的 完了 又來了 我們這個是有重量限制 下次不要這樣亂來 對 來… 李久哲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能讓他上來推 這會壞的規矩嘛 對啊 他有拿包子來嗎 不是嘛 沒有啊 菲哥你就要想著說 誰剛才有拿包子來 對不對 不是啊 包子還要在電後 還要電後 對啊 你是壓軸啊 但是李久哲的師妹可以嗎 麻吉團體有一個女生 Melody嘛 對 Yeah Man 是 Melody Melody… 加油… 加油… 你看就知道很會推的樣子 加油… 加油… 這個又套 旋轉壽司這就完了 抓腳… 抓腳… 沒有… 沒有… 再一次可以嗎 菲哥請 這麼小還會來醉頭 對… 好 因為你們人多嘛 所以你一個人代表 再給他一個機會 再給他一個機會 要加油啦 還沒有人過關啦 麻吉的代表 Melody 加油… 看這次能不能進啊 深呼吸一口氣 平心靜氣 你剛才用力一點 唉唷… 像… 翻桌子 可惜 翻桌子 可惜 是從那邊就翻了對不對 對啊 要那麼用力 對啊 做了這一次一點效果都沒有 還沒過一半就翻牆 對啊 女生先別走 俗語說得好 吃人的嘴短 對… 嘴短拿人的手短 吃了人家包子 要站這邊站一站對不對 對 榮祥先生 是嗎 榮祥到底能不能過關呢 包子… 包子 包子 包子有愛 包子 他這個已經是很標準 很標準 這個很難啊 真的很難 不是那種太簡單 這真的很難 厲害 這個東西比做包子還難 還難 那個我可以撒嬌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不是 我可以撒嬌 這不是撒嬌問題 撒嬌… 各位容我講一句話 這個一走過去 第一句話新聞劇就罰錢啊 這個畫面不好看好不好 好 再來一次 好 再來一次好不好 來 加油 要慢… 包子 多一點點 OK… 有了 差… 很抱歉 你… 還有沒有包子沒有了吧 應該已經都吃完了 那…不好… 對不起… 下次拿兩萬個來 掌聲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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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大哥大杯左橋PK賽 T美正在到處決戰的 非法世界杯 馬子隊角力不驚人 耍屁搞怪 倒是滿場飛 這位是出球先生的角色 來 最後那一個是挑脫衣物嗎 對 全場七萬多人 什麼派度 太派度 有… 有… 大同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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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組處長 區組處長 要上門了 好… 看他使什麼絕招 是… 好… 好… 有… 有… 黃牌 紅牌 滿天飛 精采的大哥大杯 足球PK賽 開聽啊 好… 輸在秀一下 校園精英全員集合 妙手耍火噴火 八天的借的未來一哥 校園臥虎藏龍大顯身手 怎麼會這樣 所以這個力道一定是… 力道要看看他 有了… 你看看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像不像三分一樣了 再兩次應該就會成功 我兩天看能不能搞錢 你計劃 兩天 真的嗎 果然有差跡 還夢到一次耶 我告訴你 紅獨拉斯以前是雜技的 我跟你講 不是 紅獨拉斯 你不管怎麼樣 要給我一點面子 你懂不懂他 你也不要一次就起來了 不是 現場氣氛 果然跟從前錄影就不太一樣 因為什麼 吃飽了嘛 所以這個包子的力量是多可 可以比每一顆那個足球意思 功不可沒 好 接下來是要讓大家欣賞一段絕技 這個絕技是來自於校園 校園啊 自從我們上次在節目裡面播出了 全場啦啦隊比賽冠軍這位 世新大學的啦啦隊 我們現在在因為暑假嘛 是的 我們可能連續這幾週暑假期間 讓同學參與我們的節目 像啦啦隊就是一個最典型的 對 很多學校裡面有 立刻打電話跟我們報名 歡迎各位同學 有才藝就來報名 這個學校呢是叫做 永平工商 現在就要表演他們學科的東西 這什麼東西 大家一起來欣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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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太厲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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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到一個不行 那真的有酒 他真的是在調酒 那不是蓋的 好厲害 漂亮 天啊 三瓶 五瓶大馬士團 這個厲害 天啊 還可以交叉耶 聽說這是他們班上的最後一名 太厲害了吧 這次失不及了 這還不是要用一名 怎麼這麼厲害 漂亮 天吼 這要小心一點好不好 這要小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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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點 這一班是在抗議的場合才開始 好 好厲害 不要喔 不要喔 真的叫他這樣 可以嗎 不一樣 秀 漂亮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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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油 噴火耶 天啊 那個杯子整個在燒耶 杯子燒起來了 這是一種消毒法 還有 還有… 結尾姿勢 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像不像學多少 才能夠在這個公開的場合表演 我現在學了 一年多就有這個功夫 那應該很簡單 我們可不可以表演一下 OK… 我們弄個簡單的應該也 我跟你講 其實你這個工作 倒並不是一定為了出去要賺錢 我小時候彈吉他 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賺錢 為了要… 你知道你應該是為什麼嗎 對 把妹嘛 對 年輕人 前途不可限量 唉唷 馬上就被菲哥看穿了 那接下來表演什麼 就教你們基本招 我們不想學這個 那個 什麼態度 還有基本招 對… 基本功啊 人家對 那就是那個啦 還是滑… 你跟他學簡單一點 還是教沒有 沒有問題啊 都可以 這個瓶子是比較不會 掉到地上就不會破 就是我們平常在練習 對… 練習比較一樣 難怪三肯勒 好 然後基本招是什麼 基本招就是把它 立在手上這樣子吧 對 丟起來 立在手上 有一點像樣子 有一點… 再一次 丟 你沒打動了喔 真的有這麼難喔 這一個應該要試一下 我就負責喝酒 照你講 這是… 不會這麼難吧 我直接就拿真瓶子來 真的假的 飛哥成功的話 因為… 很容易甩過頭 怎麼會這樣 所以這個力道一定是… 有了… 你看看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像不像三分一樣了喔 再兩次應該就會成功了 兩天看能不能搞錢 你記看看 兩天 真的 兩天 真的 好 真的 好 還夢不到一次耶 我告訴你 洪杜拉斯以前是雜技的 我跟你講 不是 洪杜拉斯 你不管怎麼樣要給我一點面子 你懂不懂 你也不要一次就起來了 你說搞三次我還可以講 我說兩天 你一次就… 不是 飛哥 因為我在這個節目 其實老實講 真的沒什麼貢獻 這麼多集以來 只有這一次還OK 這樣看起來 他是可以學噴火 看一下 所以說同學們 你們有什麼特殊才藝 在學校裡面有學過的 請打這個電話來報名 歡迎同學們 今天在暑假參加我們一起演豬 也謝謝我們這位 謝謝 太厲害了 你的同學 胡冠瑜 謝謝 出神入化 太厲害… 對 我倒不相信 我倒不相信 有了… 有 原來這麼簡單 可以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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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我們這間的世俗大賽 馬上就要開始了 在我們所有現場 七萬多名的觀眾的眼中 今天這場比賽 將會是一場龍舟胡鬥 龍舟胡鬥 歌壇傳奇 趙船 其貌不揚的外型 深邃動人的歌聲 在五六年級的人群中 趙船用他高亢激昂的嗓音 幻化成悠悠的心靈饗宴 很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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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最哈的搖滾正妹櫻桃幫 哈哈哈 現場哈翻天了 炎炎夏日看哪裡 看這裡 絕對害到底 明星藝人堂 在這個藝人堂裡邀請各路明星對今天探討的主題大鳴大放暢所欲言 詭諧卻深入地討論輕鬆但真實地交流 讓各位觀眾看看明星們除了舞台上呈現的光鮮亮麗 他們的腦袋裡還裝了什麼 因為我跟唐老師在之前 我剛出道的時候 剛進入演藝圈同台過 但唐老師在那個節目上說 我是傻A的妹妹 我就跟她們更明白 為什麼 其實我要跟小潘潘說一句抱歉 那時候我剛進 那時候我剛進演藝圈沒多久 所以我比較會講實話 不是 我這樣講嗎 補這一句 人家給一個機會給妳就演一下 妳還講著 綜藝打歌大 花兒吐 看到見得怎麼樣 我們知道我們這一屆的四足大賽 馬上就要開始了 在我們所有現場 七萬多名的觀眾的眼中 今天這場比賽 將會是一場龍爭虎鬥 龍爭虎鬥 我們看到我們的裁判也已經出場了 日本的土野龜太郎 土野龜太郎 馬上一屆呢 首先進場的是美國派擊隊 亞美里卡 亞美里卡 這次的夏娃全 當地 小崔 艾德娃還有林祥珍 派擊隊精神非常的精神硬 派擊隊的隊長是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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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軍的隊員 先發球員 艾德娃 艾德娃 當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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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崔 小崔 林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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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主角先生的 最後那個是跳脫衣物嗎 大家可以看到 台灣… 藍棒台灣葡萄王代表隊出場了 出場了 掌聲鼓勵 台灣隊… 非常進行 代表我們台灣的代表隊 這次事務在說 終於打競的決賽 打競的決賽 好 名字介紹一下 名字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 他是羅納豆 羅納豆 我的人 南馬兔 南馬兔介紹一下 他是 Tamado Tamado 第三位小跟一個人 他是 巴巴豆 巴巴豆 第四位小跟一個人 他是 西吉他步 西吉他步 YA 台灣隊各隊的距離 非常的堅強 我知道阿朗到第五個賦賣出來 阿朗到第五個賦賣出來 第五個就是賦甦 卡卡 卡卡 卡 每一個都是賭 為什麼最後一個是卡 本來想要把它取作佛賭 什麼佛賭 佛桌 但是跟它個性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我們台灣混阿拉伯的 阿拉伯哪裡 阿拉伯 黎巴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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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們要在這邊 看他們兩隊來做一個比賽 是 好不好 首先從基本動作開始來看看 好不好 葡萄王先生 台灣隊… 葡萄王先生 好 看看什麼樣的身分才夠資格呢 來站上這個國際的舞台 這個球絕對不能落地 OK OK 來吧 非常有信心的 現在馬上我們葡萄王 葡萄王站在球場中 馬上表演出 他經驗性苦練的 所有的足球的學技 好 足球不落地 漂亮 好 沒有 算陽山部長 算陽山啦 台下十分鐘 台下十分鐘 台上十年功 台下十分鐘 看起來這個球現在要到頭上了 好 頭頂球 頂上功夫 頂上 頂上 所以說牛皮不是吹的 牛皮不是吹的 我側不是吹的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好厲害 第二位 好 頭頂上 這都是有正材實料的喔 好 看起來球要到頭上了 好 頭要到頭上了 好 好 好 躺在頂 躺在頂 漂亮 漂亮 球要到頭上了 一直聽不懂 來 第三位 No.3 直接用頭了好不好 來 好 這不是開玩笑 真的厲害 好 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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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技那步 西技那步 頭頂 頭頂 起來 OK OK 現在要看到我們這個球門 球門大家以為只會撲球 其實是錯的 守門員 各位看到我們台灣現在 職業裡面最帥的一位 好 頭頂球 新招式 新招式 好 看得出來 這個中華民國球隊的實力 完全通過考驗 看得出來 真的是很不錯的人 對 美國的球員 每一個都皮皮剉 皮皮剉 接下來是我們美國馬擊隊 Edward Edward OK 是 GO 一把一把 不錯 通過 非常 好不錯 全場7萬多人掌聲鼓勵一下 7萬 現在來一個Dumpea Yeah Oh 非常好 對 好 大家可能不知道 Dumpea是他們的球隊裡面 是專門負責煮飯 所以差一點不要球 這位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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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不簡單 這個不簡單 完全把光仲當作是瘋子 球在原地對不對 林俊哲 很優勝 チャリンス公布 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 這個林俊哲 根本是在跳康康舞嘛 Jeff 全場7萬多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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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幫忙 請贏組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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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贏組合 插手 他的手不能碰到球 為甚麼大家都藏在那邊 打保齡球 對 設計的還不錯 好 現在開始進行TK大戰 TK大戰 先從那個美國馬起隊先開始 馬起隊… PK大戰 來 這個時候看得出來 這個球門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要踩兩邊 也就是說他這位 到底是從哪一邊來踢進 等一下…按照這個國際比賽規則 請主審吹上 你踢進去的話沒有吹上扣一球 對…好不好 完全按照規矩來 OK OK 準備 好厲害喔 沒想到美國隊第一球已經踢進了 這個時候我們有壓力… 壓力現在已經跑到了這個 中華隊是嗎 中華隊派誰先出來 Tamado Tamado Ronaldo 放在最後 Tamado Tamado 這樣閃 進了 好刁鑽的球 我還沒準備好 對 他還沒準備 沒有… 不是… 剛才那個不算 他還沒準備 因為裁判的哨音已經吹了 你還沒準備 你是在想家嗎 他在暖身 來… 他在暖身 OK 好 Tamado 好可惜 You got it You got it 放棄 他過進去 好可惜已經擋住 因為我剛剛閉眼鏡 我不知道要看誰 太爛了 你們現在就知道了嗎 哪有這樣的 我延續主持的幾屆 三屆 世俗賽 第二屆世俗賽 韓國 韓國人實在太可怕了 小動作太多 全世界網路都在罵他們 對 他還在演 我選錯人 我忘記那眼睛很小 看不到什麼 換人 對… 換他們了 卡卡 給他一個鼓勵 美國賣隊 排出的是 Aero 下一屆 現在是2比1… 中華隊 不能開玩笑 來… 喂 來 來 拔拔倒 來 拔拔倒 來 吹哨囉 加油 好厲害 好厲害 卡卡 我的天啊 中華隊 飛哥…我們換隊… 不能讓美國贏過 台灣 沒有 現在還是… 現在是2比1 2比1的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OK 改變 改變 卡卡現在很重要了 很重要 這樣喔 沒球要倒住了喔 好不好 真的開始有點緊張了 好 第三位 最後再警惕一下 雖然是錄影 中華隊還是不能輸 對… 全場7萬多人 就把這個希望聚通在八號球員的身上 好 請 竹神催上 好 還沒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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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小粒的 對 他這下是最小粒的 嚇到… 小崔真的有嚇到耶 他真的被踢到頭耶 你到底痛不痛 頭插過去啦 真的嗎 其實還好… 對 剛才是插過去 媽媽不怕痛 不怕痛喔 但是你可以看到 她的頭髮 她的角度有足球的痕跡 對… 2比2… 緊張了… 腳踏 注意了 腳踏 歪掉… 目前的成績還是2比2 2比2 2比2 但是他們已經都沒有球了 當屁… Ronaldo 不是開玩笑喔 Ronaldo 台灣的前途就在你的腳下了 Ronaldo 現在目前的比數 如果中華隊在踢行一盡一球 美國隊就輸了 對 就3比2 可是他們這些美國人 都是有我們中華民族的血統 這個就很累 所以他們現在兩邊 是真正在進行一場角力賽 現在看到的是葡萄王 來自中華隊的職業足球 Ronaldo Ronaldo 這怎麼辦 會不會回家 我獲勝… 我把這個彈出來是不是 我還沒踢球 還沒踢嗎 我還沒踢球 5球… 他說他沒踢球什麼意思 他還沒踢球 我還沒踢球 真的沒有 剛剛是誰先中 現在3比2那還有一個機會 那他再久就重要了 很重要 踢機就平手了 美國隊還有一次板平的機會 這個時候完全看中華隊的球門卡卡 卡卡 這一球很重要 卡卡 要守住 卡卡加油 卡卡 好 林九澤這一位是韓國人 那麼出生在韓國 但是長大在台灣 對 後來加入美國隊 所以現在現場的觀眾 情緒也是非常的複雜 不知道該為誰來加油 好 現場7萬多人 通通都把手搖到嘴唇上面 好 直接接住 卡卡厲害… 後球門真的不錯… 真的很有心機 除了球踢掉之外 他另外一個鞋子也飛過去了 很想要用同樣的辦法 美國隊非常的傷心好不好 OK 非常不好意思 雖然你們是 你們這個嚴格上講 等於也是被主嬸做掉了 對 雖敗猶龍… 不 中華隊真的有實力對不對 掌聲鼓勵 鼓勵 五元大將 現在為了讓大家 有一個同樂的機會 我們這個節目 第一次推出九宮格 新單元 用足球踢九宮格 請上九宮格 Yeah 那麼我們March 你們今天表演得真的不錯 要給你們機會 OK 你們誰先來 誰先 好 Jeff來了 你要什麼東西 我要 面子一盒 打歌30秒 好 打歌30秒 打歌30秒 飛哥你的節目是最貴 打歌在你節目最貴的 這是最貴的 收視率高嘛 1萬塊算什麼 30秒 這個犯規 我怎麼犯規要犯規 太貴 太狗腿了 不是狗腿 直接這樣子給我們節目吐槽 說打歌費最貴 對 好 不是打歌費最貴 但是30秒 1萬塊算什麼 那是50萬在那邊 這樣就對了 那改一下 黃牌 黃牌 講話要小心 只告一次… 我以為黃牌是如果講黃色笑話 你才拿 你有嗎 如果黃色笑話講得好的話 就不用踢的 踢到什麼你都給得到 是不是… 黃… 講一個黃色笑話 面子 你只要踢到的都可以 但是黃色笑話 就不用指定的 不是 黃色笑話你要確定 第一個可以播出 第二個很好笑 對 對 你講得不能播出沒有用 好 現場7萬多人了 大家可以在這邊 掌聲鼓勵一下 好 好 聽笑話之前要保持安靜對不對 好 聽笑話之前要保持安靜對不對 對 你好 我飛… 好 算了吧 蛤… 那什麼 紅紅白怎麼樣 屈組組長 這個是什麼 打個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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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戒外 下一位 下一位 李久哲 我知道 他一定是要打個30秒對不對 要哪一個 打個30秒 打個30秒 OK 加油 還有死了 線上7萬的觀眾 會連九州在關護的 直擊命中卡 選定的打個30秒 李久哲已經忍不住他的情緒 你又嚇到他感人的眼淚 有沒有 沒有 你是打個人的歌 還是打團體的歌 我給Cherry Boom 給 Cherry Boom 給一些人嘛 他要把這個打個30秒的機會 送給櫻桃吧 30秒到前面來… 飛哥真的有成人思美 好 30秒鐘 準備喔 我給我看時間 來 好 來 預備 1 2 3 親愛的王子別害怕 2 3 我想對你情宿撒蛋的情話 反正魔鬼一陣直言 反正天生一筆直言 沒有人會想來改變這世界 親愛的王子別害怕 3 7組組長 主神 發生什麼事 沒有 時間到了 最主要是給他方便 不能當隨便 好 最後把整首歌都唱完了 小崔 小崔你想選的是哪一個 打歌宣傳30秒 旁邊的美女抱抱30秒 終於露出本性 看一陣美女先站起來一下 對…欣賞一下… 你看看 對不對 你看看 中間那個怎麼不站 中間穿白衣服那個 不是 我的假髮 不是 那個司機請坐下 司機請坐 他們現在五位 你如果踢近美女抱抱 你要抱哪一位 先講好嗎 先講好嗎 對不對 如果說踢 漂亮喔 陳嘉玲講什麼 來 換我 叫什麼名字 講什麼…再講一次 張嘉玲喔 我說如果你真的踢到 我們五個一起去抱你 好 加油 美女抱抱 好 漂亮喔 五個人抱你喔 好 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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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九澤不要聽到 你幹什麼啦 這個人怎麼老是來那邊搗蛋 等一下 踢進去了耶 對 討厭 看中間穿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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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了 倒裝… 都有… 30秒打乾淨 1萬塊 還有30秒的爆爆 來 去出場 不帥 靠近… 你看來一點浪漫的音樂 OK 來吧 張嘉玲 小春光不好意思 拿出男人位 旋轉… 擁抱 不要害羞喔 這麼爽 還有30秒… 還有啊 還有別人啊 給我5秒… 時間到 什麼感覺 一秒都不給你 給你5秒 我是覺得他好像是觸男的那種 對啊 怎麼害羞成這個樣子啊 對 大家好 我是代表日本隊的中田夭壽 中田夭壽 好了 現在我們跳回剛才這邊 葡萄王 你再考慮一下 你要美女抱抱還是 1000塊 1萬塊還是 打歌30秒好不好 我還是1萬塊好了 1萬塊好不好 掌聲馬上響起來了 葡萄王先生 他應該很熟練啦 對…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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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打到觀眾啊 唉唷 會不會痛 他 他沒有踢中還造成傷害 沒事 我們現在覺得 終於我們省了1萬塊 對啊 好 這個時候這樣 你看你指派哪一個人 你覺得比較穩 好 那就妮娜 好 妮娜先生 吳月華 吳月華 不可以動球 也是1萬塊喔 直接命中 直接命中 好厲害喔 吳月華 當場製作人的臉 就有點難看 真的嗎 菲蘭姐 沒有…他們真的很辛苦 對啊 五個人拿1萬塊錢去好好的 吃一餐 我就把BQ慶祝一下 好不好 今天非常恭喜我們這個 也謝謝他們來參加 菲哥 開玩笑了 開玩笑 對啊 以我的個性你們就知道 大概我應該是什麼 菲哥當然是對不對 活力能量水一套 我少來一套 不要來盡頭 菲哥少來一套 美女抱抱誰啦 我美女抱抱 是不是 我踢到以後 就剛剛那五位嘛 一起是吧 不是抱抱 一人要親一下 蛇吻 蛇吻 還抱抱蛇吻耶 沒有…那個隨便說 就要當吹魚 我就非吻到不可怕 要玩就玩大的 好 我們請伊妮的 站這邊 這邊視野比較寬廣好不好 菲哥 有沒有味道 沒有啦 沒味道 OK的啦 很香… 全場7萬多人的吼聲 馬上站起來了 對 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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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藝大哥大 HART3 菲哥… 菲哥… 蛇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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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蛇吻… 蛇吻… 太爛了 太爛了 不是 菲哥 優秀地主獲基努 你… 沒有 平原踢過 來… 為了菲哥蛇吻一下 來… 我就站在他旁邊等 不是…你在那邊等什麼 等著蛇吻啊 他只要一靜 舌頭就過來 好不好 平原 不是 我跟你講 他一踢鏡 馬上就鏡頭帶過去了 他要主動一點 因為要主動 大家看他以為我是在佔他便宜 對… 他一踢鏡我臉就轉怪我 對… 但是就馬上好不好 對… 菲哥好大棒喔 菲哥 全世界都在看喔 不可以LOCK好不好 前場7萬多人 要先一直講 掌聲又講起來了 對… 這個菲哥也要先這個 把這個心裡的準備好 心裡的背這樣 然後佳麟也要準備說 1 2 3 踢進了以後 對… 舌頭就出來這樣 好不好 對… 要準備好 好 全場7萬多的觀眾 掌聲又再講起來了 所以準備 預備 有了 沒有…沒中… 面子 那個是有一個洞嗎 本…那是面子 放那個美女爸爸沒事好不好 剛剛那個面子無可 挖不住 不是 這個 不是 你們是想要弄到什麼時候 已經有點好累喔 請坐… 恭喜你們逃過 兩隊隊友握手 掌聲給他們鼓勵一下 恭喜我們台灣葡萄王隊 得到1萬塊錢的獎金 掌聲給他們鼓勵喔 接下來這一位 這一位歌手 以前是在我們寶島那時 不用…不在畫像 當然… 他的歌曲是獨樹一格 沒錯 但是現在他的知名度 他的紅的火的程度 相當的火熱啊 已經可以趕得上你了嗎 這…不好意思 這… 不是… 你不要這樣 這樣他很難做人 你們等一下 但我們是主持人 歌手訪問歌手是一件很痛苦 對… 因為歌星一定認為自己的歌 是最好聽的 像我就覺得 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 歌唱得比我好 包括費玉京 對 但什麼都沒有人來找我 弄演唱會 對 可是美哥 你不要這樣 枉字匪勃 你當初在淡水漁人碼頭 你看看 萬人空巷 那不用票的 那不用票的 那就差了 那就差了 我如果不用票也沒人要去看 你去老河夜市 看這麼狗狗 也是沒人要去看 那他的教授也是很紅 對 自己補比較不會臭 對… 今天介紹這一位 你們都很熟悉 沒錯 對不對 我們都很崇拜他 對… 他創造了很多奇蹟 沒錯 他在大陸 東南亞這華人世界裡面 他高亢的歌聲 跟他的名字一樣 創造了一段傳奇 傳奇啊 而且他這種傳奇呢 看起來會照這個情況 繼續傳下去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 造傳 你看起來 我愛你 Oh Sally 不要將我忘記 我所有溫柔都已給了你 如果你看過我為你寫的日記 我知道你會了解 我知道是不得意 我會更加珍惜 我會更加珍惜 我會好好待你 Oh 你是我的唯一 沒有人能代替 我在這裡等你 請你回去轉移 Oh 如果你不嫌棄 如果你不嫌棄 謝謝 謝謝 跟來賓跟大家問候一下 好久沒看到 對啊 電視機關 電視前面的觀眾 大家請關機 關機 你不要害我們 電視機關機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趙船 好久見 非常開心來上這個 杯哥的綜藝大哥 大家好 我期盼已久 來… 剛剛品源在研究傳歌 真的嗎 後來才發現他大陸上 不但價錢 價碼高 而且他演唱會場次相當驚人 一直在巡迴 對 一直有在那邊做演出 真的 不假的 這一次良心發現 要回台灣 大家 對不對 我們掌聲一下好不好 落葉要歸根嘛 總之要尋到我們自己的 國土上面來嘛 對不對 你講完的時候碰我一下 我才知道 真的嗎 對 落葉要歸根 對不對 要向下扎根 在什麼地方開花 就要在什麼地方結果 不要老是到外面去 外面的風浪沒有人幫你抵擋 回到家 就好像到了安平港一樣 所以說呢 所以你就知道了 以後… 品源什麼時候推我一下 姐姐 不是 哥哥 叫我姐姐 所以說呢 所以說 你會回到演藝圈你才知道 任何的地方 都有大個大幫你罩著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你到了內地沒人理你啊 你好 我跟你講 我想你多帶一籠包子來 這是什麼 雜話是回不來的 不是…因為看到船哥啊 你的包子砸別人都可以 砸到你回不去 當然回不去 肉八子打狗 演戲無鬼嘛 對… 自己講自己狗 對 你什麼時候來的 你在那邊鬧嘛 你什麼話 不是 好 我們來溫習一下船哥 造船的歌曲 還有那個是筷子人口 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玩 想要飛要飛 卻飛也飛不敢 沒想到你還是 你是ABC喔 沒有… 因為有時候 用這種 黃麗紅的槍 對… 那是掩飾自己走音的感覺 沒有… 不是 你那口音有ABC的 有ABC的感覺 Facebook 尋尋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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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溫暖 來… PASS 看懂了喔 以為你應該懂他 喜歡他的歌 很多啊 還有以前有那個 機車的廣告 一種心動的感覺好美好美 心動50啦 愛在空中飛呀 還記得 那個機車啊 完全就回到當初的感覺 還拿一束花 要送給你 拍了第一支廣告 好美好美 好美 她是很可愛的人 我跟你講 機車賣得真的好 老闆已經垮了嘛 不是 這麼多年了 賣完那一部就垮了 改去賣汽車了 對…步步高升 我先不要掛 還有一個抒情歌我非常喜歡 你如果會 你先唱哪一首 好美好 我終於失去了你 再用… 等一下 我起起得太高了 你說東瓜你怎麼唱 東瓜你怎麼唱 東瓜你怎麼唱 我怎麼唱的 你怎麼唱的 你跟他講 我起起起起 不是 我說一句 我常常叫吐槽 我抹一遍 對不對 所以唱歌有的時候說 對不對 吃芝麻沒有不掉燒餅的 不是… 可以… 可以… 我終於失去了你 在擁擠的人群中 我愛他… 所有真情真意 人套風真意 無數的愛受不回 給我一杯忘情水 給我一杯忘情水 給我一切不了耶 不是這首嗎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他的歌 根本就是超人家的嘛 不是 她先出的啦 你先出的嗎 不好意思 我超後面的 超後面的 引起公憤 拿包子打他 好… 好 沒關係 我這一輩子背了這麼多黑鍋 這一個也算我的 好了 好不好 好… 真是有夠悶啦 對…都算我的 剛剛唱的那個是你的 我終於失去了 我終於失去了 你的歌其實我覺得說 感覺到是一種 是一個把自己看成 滿渺小的一個角度來觸發 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覺得 我唱的歌是代表了 所有人最內心深處最不願意 最… 去碰觸的 對 最不願意去碰觸 甚至是羞於去… 羞於取齒的這樣 就是一般人內心 男人心裡面 不願意去碰觸的問題 對 像… 傷心像有些男人 就想要抓一下 不願意 他就直接說 對… 像那個…像那隻小小鳥 那一隻小小鳥 那一隻… 那一隻小小鳥 然後現在是講說這一次的演出 大概有很多首歌要唱 對…差不多就是過去我作品的精華 長丸的成名曲 真的 幾月幾號 8月5號 國際會議中心 快到了… 那我們要去看一看 對 非常好的唱片 歡迎…菲哥 好 今天來了我們難得 我們可以點傳歌一首歌曲 對不對 那一首成名曲怎麼可以少得了 哪一首 對… 對不對 我很醜 但是我很溫柔 可是我很溫柔 還有那個Key 還是高到我們幾乎沒有人有辦法來 真的 對啊 他所有的歌都Key都很高 剛剛那個什麼沙烈是 就會破音 什麼鬼在這裡 你也唱在這裡 沒有啊 不在這裡 那首歌我在KTV唱了8年耶 我一直沒有唱好過耶 唱了8年還唱了剛剛那樣子 那很難耶 平安門的奇怪嗎 換一下KTV試試看 對 跟KTV沒關係 跟人有關係 好 今天我們就來歡迎 欣賞傳歌給我們帶來一首 我很醜 可是我很溫柔 謝謝 我是 驕傲的巨人 每一個早晨 在於是鏡子前 卻發現自己活在提高邊緣 在鋼琴水裡 在鋼琴水裡的叢林裡 在忽來幻聚的閃耀裡 計算著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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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我很醜 可是我很溫柔 外表冷漠 內心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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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 我很醜 我很醜 可是我的音樂 很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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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都會唱 滿驚訝的… 更可怕的是傳個高亢的聲音 已經覺得很高 還升半Key 對啊 嚇一跳 你有聽出來升半Key嗎 其實我也聽出來了 換我啦 那你講那麼好笑 我講不好笑什麼 讓你知道什麼叫做Key 你經常丟這樣子的梗給我 我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Go Uncle… 我跟你講 所以你們這就不對了 人家年紀那麼輕 非要叫人家叔叔幹嘛 對啊 奇怪 不是 再來一次啦 哪一首… 有點就有唱 來山姑娘要出家 漂亮喔 還是媽媽請你也補到 還有… 還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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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AND各位 等一下 好… 小商量 一把它對說 OK 很順斷 你真有在 要 е 好… 幫我餓 劇場 喂 三段主演啊 三段主演 作曲 李宗盛 來一山 阿姨馬來 漂亮 今天我們這個傳歌來我們這邊 至少清賞了 差不多十分之一場的演仗 我天啊 真的要聽從頭到尾精采的表演 要買一張表演 當然 難得的機會 十二年才的一次好不好 趙船先生好不好 掌聲再給他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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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吃點瓜哥 明星一言堂 在這個一言堂裡 邀請各路明星 對今天探討的主題 大鳴大放 唱所欲言 婚協卻深入地討論 輕鬆但真實地交流 讓各位觀眾看看 明星們除了舞台上呈現的光鮮亮麗 他們的腦袋裡還裝了什麼 明星一言堂 女星的異想世界 人前光鮮亮麗 人後暗自戳氣 在這個抗壓性比高的時代裡 眾女星如果不當藝人 他們會想做什麼呢 因為藝人的光環 讓自己無法解放 今兒趕明星一言堂 就來瞧瞧 眾女星的異想世界 究竟是什麼樣 好 We're all safe to the bone of death valley Sometimes I give myself the grip Sometimes my mind plays tricks on me It won't be sad enough I think I'm afraid enough If I'm just paranoid I've got the I've got the aggressive to come true So I'm better for the 好 請換手 背部手 小姐 鼓手 大天 都是主唱者的 我們是一頭嗎 說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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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你不再愛我 我的愛 你再來 你從來如此愛我 為什麼 為什麼 愛情讓人變沉重 沒有人 告訴我 原來不是我想像 不要 回來 你已經自由了 我也已經自由了 Sometimes I give myself the grip Sometimes my mind plays tricks on me Me, me, me If it's sad enough I think I'm cracking up Am I just fair enough I'm just so 好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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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聽啊 好聽 勝不勝啊 勝 我們在後面看他們表演的時候 我們深深的就有一種感受 真的嗎 台灣是怎麼呢 台灣是怎麼呢 台北怎麼呢 台北怎麼啦 高雄怎麼啦 高雄怎麼啦 看到沒有 這個厲害了 為什麼我會能講出這些話 因為有感受 是… 高雄的歌迷 怎麼跟台北完全不一樣 沒有不同 台北怎麼啦 台北怎麼啦 高雄怎麼啦 高雄 讚… 有沒有…有一點意涵 是… 因為男的合唱團 男合唱團怎麼啦 男合唱團怎麼啦 女合唱團怎麼啦 女合唱團怎麼啦 男合唱團看膩了 男合唱團看膩了 這個這樣講孔鏘會不會不高興啊 孔鏘… 應該要搬軍手了啦 不是… 老師 說等一下… 說等一下 孔鏘剛剛看到你們背著樂器 他已經活不下去 孔鏘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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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器怎麼啦 我們樂隊的樂器怎麼了 怎麼了 我們櫻桃的Band怎麼了 怎麼了你知道嗎 樂器的價錢差十倍 有 孔鏘你們也太不進步了 賺錢要換點新的樂器 應該換了嘛 對嘛 那五年多了 還在那邊忌妒 我們櫻桃幫的這個樂器 跟器材也不是蓋的 真的嗎 真的不是蓋的 他們膽子很大 他們敢在品園前面彈吉他 那個是關老爺面前耍大刀 品園 你說說看 你剛剛他們是做現場的 完全現場 真的只有一句成語 厚生可畏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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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知道台灣人 你是說祖籍嗎 祖籍嗎 祖籍嗎 不是啦 就是你住在什麼 對 住哪裡 我住台北 台北怎麼了 對不對 台北比較冷漠 台北的觀眾跟高雄觀眾不一樣 其實是有不一樣 真的 真的很有感覺 台北其實也不是冷漠 他們是比較 明星看多了 比較上是在觀賞 就是他們看表演 都是一種很仔細聽 然後聽完就 就他們也不是冷漠 是用心聽這樣 他還不得罪人 對啊 但是能夠解釋 很會講話 這不錯 謝謝 台北是觀賞的人 高雄是欣賞 對不對 那台中呢 雞賞 那我在補一句 宜蘭是鴨賞的話 會不會很難笑 滿難笑的 宜蘭鴨賞是鴨賞 今天是你們第一次上我們節目 對 這個是從地方打到了中央 這不容易 這不容易 對 因為我們就是組團很久 然後經歷很多練團 然後我們很努力 今天才可以來到 就是全台灣最大的綜藝節目 我們去 對… 今天我們見證之下 我們希望看到你們 一步一步突飛猛進的成長 好不好 謝謝 櫻桃幫再度掌聲給他們鼓勵 謝謝 一個差不多那個年齡的帥哥 你會感興趣的帥哥 他就是一直勾勾的看著你 我很久沒有被人家這樣看 你當然小路就亂撞 開口就說 對 老師 我常看你的節目 你可以幫我簽名嗎 然後咧 這個是開始啊 我跟你講這就是完蛋了 距離感 不是 他就是已經把你當老師了 對啊 誰會對老師硬起來啊 我跟你講 注意大科大 Hotboard 明星一言堂 在這個一言堂裡 邀請各路明星 對今天探討的主題 大鳴大放 暢所欲言 詭諧卻深入地討論 輕鬆但真實地交流 讓各位觀眾看看 明星們除了舞台上呈現的 光鮮亮麗 她們的腦袋裡還裝了什麼 明星一言堂 女星的異想世界 人前光鮮亮麗 人後暗自戳氣 在這個抗壓性比高的時代裡 眾女星如果不當藝人 她們會想做什麼呢 因為藝人的光環 讓自己無法解放 今兒趕明星一言堂 就來瞧瞧眾女星的異想世界 究竟是什麼樣 演藝圈這個充滿了 渲染力的世界 在光鮮亮麗的舞台背後 女明星是讓大家羨慕的焦點 然而在夜深人靜的時刻 她們是否一樣的開心呢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很有可能在取終人善的時候 四下無人的黑暗包圍了她們 也許她們回到家裡面 獨處的時候 她們會暗自錯覺 心靈深處的這個悲屈 的確是相當值得 大家今天一起來探討 歡迎收看 台灣變色龍 喂… 怎麼會是 我們幹嘛要捧勝竹爐幹什麼呢 對 換一個… 再一次… 歡迎收看 生死一瞬間 這個恐怖 對 請問 明星一言堂 飛哥 為什麼明星一言堂要弄得 把我們講得跟深君怨不一樣 對啊 就不可憐啊 但是我今天要很慎重的 為各位介紹 她們幾位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是… 因為她們雖然都在演藝圈 對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她們卻在演藝圈裡面 不同的領域裡面 她們都是佼佼者 真的耶 真的… 首先我來為各位介紹的這一位 是… 可以說在我們演藝圈裡面 無人不知 無人不知 家喻戶曉的一位心象專家 唐麗琪老師 郭忠祐好 飛哥好 平淵還有洪杜拉斯好 好… 第二位介紹的呢 到目前為止 她還沒搞清楚她的地方 我知道 飛哥 我知道怎麼介紹 我知道 我可以幫你介紹 大家好 我是演藝圈的佼佼者 國民小天后黃小柔 好可憐 好可憐 有背後 從她的那種頭鞋 妳就曉得從藝人那種 在演藝圈裡面 為爭到一席之地 是 無中生有的那種 對 那麼奮鬥 有沒有 第三位介紹這一位 她的身價可以比美現在 正在拉斯維加斯表演的 美國歌手 Barbara Strasson 我是Tinatona 很像 Tinatona Tinatona 也是一個狠角色啦 好像飛翁的名字 對不起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在 菲律賓合唱團裡面 混久了以後 我的英文就有一點菲律賓文 對 菲律賓 對 密比利 我是台灣Superstar 做了啦 台灣書門達啦 好 接下來介紹這一位 對 那不得了了 她的身材 她的演技 那麼在我們國內可以說說 台灣女性藝人裡面 第一位拍胸罩廣告 性感 菲律賓文小姐 菲哥好 大家好 菲哥 內衣廣告好不好 胸罩 聽起來有點怪怪的這樣子 對… 內衣感覺比較健康 對…胸罩感覺比較好 當然隨著睡的流失 這個廣告當然早就已經換人牌了 最後一位介紹的這一位 不得了 這一位她的頭銜 我們目前正在探索之中 但是她能演能唱 不能夠主持節目 而且 這是 那依什麼取勝啊 那我依什麼 這可以說已經成為 我們演藝圈的 以美色嗎 佼佼者 佼佼佼 其實她最稱職的是管家 對… 你要知道 她手上曾經經手她的手上 那個財務大到什麼程度 上億 沒有啦 這五位 絕對是我們明星 我們圈子裡面 非常值得探索的 成功的女性 對… 沒錯 我們想在這邊請問大家幾個問題了 這個非常慎重 如果 有來生的話 你們 還願意做女人嗎 就你經歷過了明星的這種 這個熏陶之後 如果下一輩子你們還願意當女人嗎 我不要 我要做男人 妳不要 對啊 妳要做男人 妳怎麼會想要做男人 我要做女人 妳還要做女人 我當然要做女人 還是女人 對 小柔 馬上陷入了苦思 對 做女人還滿快樂的 但我很想嘗試當男人 想嘗試 想她想換一個口味 對 如果有來勢的話 可以當男人 我滿想實實看 因為我很想知道 男人的腦袋 到底裝了什麼東西 也不就多一點東西而已 對 哪一點啊 我就是不知道 那一點不是多一點 所以就是很想知道 那一點到底有什麼用處 可以讓 男人腦袋沒有裝東西 因為男人用下半身的思考 沒有… 這種話指控得很嚴重 偏見 對 人家說 男人頭上這個東西 他不是拿來戴帽子用的 我不是說你 他是拿來思考用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這個腦袋 它裡面裝不了什麼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 需要經驗的累積 不是每個人都用下半身的 所以還沒講 只是可以當男人 大師我們就先不問他 因為他幫我們當一個一個 一個就是印證 好不好 在這裡我不是 所以剛剛 妳說妳要當男人 對啊 那 因為女生太辛苦了 這不是證明我們剛剛前面 所開場所講的 其實女明星的私底下 在暗自錯棄的 知道那種痛苦只有她知道 要不然妳為什麼要當男人 對啊 對 因為我覺得女人要 比較 怎麼樣 很辛苦 最辛苦的是每個月要承受那種 生理期 對啊 還要包尿布 不過還好我的生理期都很短暫 我知道 她就是 好了 妳只是為了這個事情 對啊 就覺得很 只是為這個事情 還有啊 還有啊 還有每次要出門前的話 像如果過了25歲以後 不化妝出門就會感覺氣色很差 就會稍微還要打理一下外表啊 妳的意思是 比莉姐她的化妝品都是用 趁…趁金的買的是吧 可能啦 就是年紀越大要保養的錢 要花費得越多 對 可是因為小潘潘說 她想當男人 是因為女人覺得 當女人很辛苦要保養 可是我覺得當男人也是要保養 也要保養 對啊 你看飛哥為什麼像男人保持那麼好 數十年如一日你看 她平常在運動 因為其實你知道 我說我下輩子我還是想當 下半生 下半生是男的 其實你知道 飛哥你認識我那麼久 你應該知道 我外表是女而生 可是內心是男而新 我的個性像男人 對…對不對 對 所以我其實我一點都不好奇 做男人或女人 我就只要做自己最清楚 最清楚 王老師 像她這樣的女生 她為什麼會這樣打答案 其實我跟你講 有四個星座的女生 個性都非常的中性 這四個星座的女生 像方文是天秤座 很多天秤座的女生 都是這個樣子 小柔也是 所以你看她們就會 很像男孩子一樣 我再舉一個例子 黃韻玲 像不像小男孩 像… 就是她們有很可愛的 女生的外表 但她們其實個性很像男孩子 然後除了這個天秤座以外 還有出女座的人 出女座的人 其實個性也很中性 就非常的強硬 還有天蠍座也是 還有雙魚座 這四個星座的女生 其實都個性很中性 很中性 這沒有什麼好特別 比如說像雙魚座 大家也都會想到一些 很可愛型的 可是我舉幾個例子 像六月 對啊 個性是不是也很強勢 她也很強悍 感覺上很強悍 然後很多像雅萍姐也是 是不是比她老公還要Man 對… 那種感覺 所以個性都其實滿中性 可是她們 看一下她要不要打理 那個美麗的外表 像方文她真的就是 非常多科興都落在天秤 這樣子 所以其實她反而比男生還要想男生 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我跟唐老師在之前 我剛出道的時候 剛進入演藝圈同台過 但唐老師在那個節目上 說我是傻A的妹妹 我今天要問個明白 為什麼 其實我要跟小白白說一句抱歉 那時候我剛進… 那時候我剛進演藝圈沒多久 所以我比她會講實話 我現在不會這樣講了 你還補這一句 人家給一個機會給妳演一下 妳還要講這個 沒有 我在看小白白 這個表現非常的突出 她可以證明胸大也可以有腦 終於化解了一段 其實…貝哥 我們的爭執一直都是 跟胸的大小有關 妳可以理解我的痛楚吧 當然…完全理解 所以唐老師應該是為她的身材 曾經在暗夜裡面錯氣過 好 接下來 我們大家談得滿愉快的 我們就要來談一個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明星的背後 對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大家 這幾位傑出的女性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您今天是12歲 回到12歲 給你們每個人有兩個選擇 兩個 先選的人運氣比較好 因為怕被人家選光 對不對 再有機會從12歲開始 你們每個人可以選兩個職業 一個人 然後再從第二輪這樣 講兩個可以嗎 一次只能講一個 然後第二次才知道 如果小潘潘 妳如果再有機會 不擔心明星的話 妳想要做什麼 我要做魔術師 魔術師很厲害 什麼都可以變得出來 妳… 我已經很神秘感 妳不但跟豪門斷絕緣 而且還從基層錯起 不是 而且世世代代 都要站在舞台上 對啊 妳已經失去了一個機會 好 李芬文 不當明星的話 我要當 廚師 廚師啊 煮菜啊 洗手做羹湯 因為我想什麼都不會啊 對不對 對啊 妳什麼都不會 我什麼都不會 她是今天最可憐的人 我不覺得最可憐 可是我希望能夠當廚師 就是可以做我喜歡吃的東西 絕了咧 簡單餓藥 好 我希望我做那個聯合國 會有多種語言的翻譯 就是幫這些總理 大使 這些國王 那一部電腦對不對 不是…我幫他們翻譯 比如說我會講俄文 阿拉伯文 這種法文 德文 語言學家 不是 就是翻譯的 快速的 他講的話我馬上翻譯給他的 那個是很厲害的 那你旁邊還需不需要其他翻譯 不需要 就是那種聯合國裡面的 他說的請聽懂的嗎 懂的 你們懂懂 這在幻想嗎 不是幻想 有這樣的人你們不知道嗎 聯合國裡面有那種 專門幫這些東西翻譯的 那個很厲害 一個國家的還是 你要多種語言 譬如說你一定要懂 你的…它的本國語你要懂 你要再翻成 至少要五種 對 要五種 所以我一直就是我的願望 對 這樣子喔 對 你知道多難嗎 你也可以選擇做雞同 很多雞同 真的 那不是我的水準 拜託 那不是我的class 那是… 不是 那是天…天語好不好 天語 天語 還是用意念溝通就可以了 小柔 我想要當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 可悲… 她當家庭主婦 她們背後都有一個很成功的推手 對 竟然都叫餵奶 可是我很滿快樂的 當成功的 就像貝克漢的老婆Vittoria 出來就是光鮮亮麗 快快樂樂幸福家庭多好 可是她不快樂 對 她的緋聞太多了 她真的不快樂 對 已經出去偷吃了 然後還要跟老公在一個心裡 她就打球每…掃進一球 她就那個減三公斤 她就一直所以她瘦得跟人甘一樣 唐老師呢 我的下輩子 如果我有機會選擇的話 我要當那種Top Secretary 就是那種 最成功的男人身邊的最重要的秘書 Top Secret Secretary Secretary 秘書 奇蹟秘秘書 就是從你陪著這個成功的男人 就是坐飛機到世界各地 然後見識很多場面 然後會議桌上 我是她的秘要秘書 然後又不用陪她睡覺 可見她 然後就鐵國家庫耶 睡覺喔 要睡覺 不是啦 不陪她睡覺 不含睡就對了 不含睡 對 不含睡就對了 那要先看你下輩子的長相 像妳 如果長得不好的話 應該老闆也不會叫妳睡好嗎 好嗎 妳們兩個人這樣 上起來了 在多年前的恩怨 劉以別化解了 現在又放解了 所以我跟你講 第二個願望想當的就是 我要當星座老師 這樣我就可以… 這樣我就可以說 來賓是傻A的妹妹 這個瘋火 今天是個問題 太尖銳了對不對 太尖銳 不過沒關係 唐老師的 唐老師 那妳現在還有第二個機會 她剛剛已經是衝著妳來 那妳第二個願望 第二個機會我現在就說好不好 妳要當黃仁忠對不對 沒有 什麼當黃仁忠 我就當了風流的男人 我專拔小盤盤 然後不斷地上報 不斷地鬧肥味 真好 唐老師的 唐老師 那妳現在還有第二個機會 她剛剛已經是衝著妳來 那妳第二個願望 第二個機會 我現在就說好不好 妳要當黃仁忠對不對 沒有 什麼當黃仁忠 妳幹嘛 我就當了風流的男人 我專拔小盤盤 然後不斷地上報 不斷地鬧肥味 我真的幹什麼 真好 很可惜 她的這個願望 就像草草了事 真的 就因為她生氣 就像草草就把這個 如果妳是風流男人 身體力不好的話呢 那看樣子唐老師 要有第三個月嗎 她還是風流男人 但是體力要好 沒有啦 因為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在腦袋方面 所以身材比較不好 真的很抱歉 我們話題講到這邊 我們就要來探討一下 我們現在先請問這五位 我們演藝圈的 享有高知名度的女藝人 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 在這五位你們比較 誰覺得自己是最可憐的一位 請舉手 她今天都不覺得自己很可憐 都沒有 你們都不覺得自己可憐 還滿快樂的啊 對啊 滿幸運的啊 很幸運 對啊 我很順利啊 順利 我不順利 但是我不覺得可憐 對不對 不是 那唐老師呢 我很悲哀 但是我還是願意 從現在的答案 我們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們都是很可憐的人 為什麼 因為很可憐 世界上最可憐的人 莫過於就 不知道自己正處於可憐的角度 對啊 怎麼講 你覺得這裡有什麼人 我覺得誰會 我覺得唐老師最可憐 你這個就不對了 人家又出書 對 對 而且對於每個人的個性都掌控 遼若實掌 知己知彼耶 對不對 而且你接代言廣告 對 問題就在這裡 出在哪裡 她的這個心像專家 專家… 我是做裝的 她算別人非常的厲害 當然啊 可是算不到自己 這個太可憐了 真的 這個太可憐了 算不到代言會出問題 這個太可憐了 她算不到自己的感情會出問題 出問題 算不到自己又會胖回去 對 今天這麼說最可憐應該是我們唐老師 對… 常常在暗夜夜深人靜的時候 嚎嚎大哭…抱著棉被哭 嘴巴咬著棉被 又不敢讓爸爸媽媽去睡 咬著棉被 對 她就在想誰是她的真命天使 能夠來算她的命 掌控她的命 這妳會…對不對 我們講對了吧 真的講對了 所以妳是最可憐的 其實我覺得沒有辦法 這是這個角色一定有的定位 所有的人都以為我很先知或很全知 事實上我還是個人 男生會不會害怕跟你交往 絕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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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看透了 對 而且自從當了專家 又上了電視以後 全國都知道你是星座專家 有一次我在一個應酬的場合 就是難得看到那種不認識的帥哥 因為有時候我們出路 都是熟人出路的場合 你也不太敢隨便去很普通的地方 然後那一次就是一個 一個差不多那個年齡的帥哥 你會感興趣的帥哥 他就是一直勾勾的看著你 我很久沒有被人家這樣看 你當然小路就亂撞 當然 然後他好像也思考了很久 那你有撞過去嗎 沒有 我很矜持耶 開玩笑 他就朝我走過來 開口就說 唐老師 我常看你的節目 你可以幫我簽名嗎 然後咧 這不是開始啊 沒有 這哪是開始啊 我跟你講 這就是完蛋了 距離感 不是 他就是已經把你當老師了 對啊 誰會對老師硬起來啊 我跟你講 當了老師以後 前面的男人通通都是病人 好不好 變成病人 對啊 所以品源講得對 唐老師真的是 對 夜深人靜最夠資格 就是覺得自己楚楚可憐的人 應該是他 對不對 那我要投票 你投誰 我想要投潘潘姐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猜 這俗語說得好 紅顏啊 是這個 薄 薄水 不是 薄水啦 薄命 不是 薄命 真的 我真的 我認同你們 因為不只是老師 男生會怕 因為像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媒體 有時候特別愛幫我做那個 緋聞對象 然後像我現在緋聞對象裡面 已經有大概至少12個了吧 還有公司有連連看 好開心喔 各個年齡前都有 小潘潘是我們裡面 就她曾經做過一個 一個大家族 一個非常有錢的這個 對… 富家一方人 然後她是她的總管 就多少懂得連香席魚 又會有財富的男人 妳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可能是看到他們 風流的一面吧 對 他們一定是把那個小潘潘 當成工作人員 對啊 有的去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輕浮 所以自己並不是很欣賞 他們那種檯面上檯面下 不一的那種態度 所以會怕 而且我覺得說 那時候的我只是一個嚇人而已 也不能夠太跟他們接觸 妳這個上海市的 二次大戰的思想 嚇人 在人家家裡面工作 叫嚇人 我就等於像上個禮拜的 鄺明傑說 他跟一般事情小明不一樣 不是 對啊 而且有一些是很不尊重 妳就去可能 因為妳比較年輕嘛 那時候當然沒有現在好看 但是他們還是會這樣子 把妳這樣屁股這樣摸一把這樣子 這樣 妳要示範一下 我是不是不懂還是大概是嗎 妳可不可以摸一次還不夠爽 對不對 就這樣摸 這樣摸 這樣摸 直接這樣摸上來 這樣也是可不可以閃 對啊 然後有的是 但是如果說今天有機會要一起吃飯 他就鞋子在檯面下有沒有 桌子擋住 那個腳就這樣 一直喵妳 而且是喵內側喔 他是這樣喵 就這樣喵什麼 對… 我很嚇… 沒有 我嚇到嚇死了 還有 好了 今天其實我們探討明星的背後 對 我們感覺到一件事情 其實大家慢慢開始知道 明星不是那麼好當當 對 其實都很有那種毅力 沒錯 從最需要的全力以赴的表演 一直戲到他們身上每天的打扮 都要非常的講究跟從意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行業 與其說我們來探討 他們背後的這個辛酸 你們呢不如多感受一下 他們目前還正在綻放的 這種光鮮亮地 我們盡量熱情的去接受他們 享受他們 非常謝謝吳明的決鬥 謝謝大家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